早安!大家好,我是Johnny 今天來到泰國的第 153 日 現在來到一個有飛機的夜市 營業時間是下午四點到凌晨的一時 我查看過了 因為我今天來得太早 剛剛四點正來這裡 變相超空 但不要緊,空有什麼好處呢? 超小超小,整個場合我走了一圈 加上不夠20個遊客和食物的人 變相今天我們可以很自由地拍攝 就等於我們差不多包了一個場合來做節目 今天的節目會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現在比較人少的時候 我和大家暢遊 感受一下這個禁空 但又入了景點的氣氛和心情 第二部分就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會重新再看看有什麼特別和大家分享 畢竟到了晚上才是夜市的真正畫面 你看到嗎? 這些燈全部未開啟 店舖亦都九成未開門 這個情況很少見 所以這麼特別的畫面 當然我和大家分享 和大家一起走路 因為剛才還未開啟 因為剛才還未開啟 時氣氛超好 我好像包了來做節目 你明白嗎? 這個情況 如果不是有心 這麼早來的話 是不可能有這個畫面 我現在繼續走路 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現在眼望到的一切 看到嗎? 沒有什麼人 整個場合不夠20個 我來這邊就是乘坐MotorBuy 它感覺上有一點偏遠 所以未必每個遊客來的 因為我自己都是因為行程上近才來到這邊 否則都很難過我來 很遠 所以在我腦海構思了兩個畫面 現在和大家先走路 然後到了今晚 就是我們的真正主場的時候 讓大家感受一下 平時遊客比較難忘的畫面 好嗎? 其實大家看到畫面就知道 它不是很大 我們已經走了一半 另外那一半我們走過去 剩下的時間就是我們晚上的時間 再見 我們說這麼快走到飛機下面的位置 剩下的那半我們現在就走過去 飛機那裡暫時未得參觀 因為剛剛我走到那個入口位置 暫時攔住了 感覺上可能有機會到了人旺的時候才拉開 因為剛剛我在開機之前就走過 好,它唯一上去的位置就應該是這個位置 我們沿著走,就走到這裏 它仍然是封住了 好,我們先走到另外的位置 看到因為太早的關係 很多店舖其實仍未營業 說就說4點 但是4點 真正客人沒有20個 誰會開店 大家先休息一下 只有住在附近的學生 以及經過附近 都是邊緣住附近的人 然後先過來這裡 感受一下這麼寧靜的氣氛 你看到日落就將近了 所以畫面很好 我著機跟大家一起欣賞 現在剩下的 最後的日光時間 日頭的時間 你看到太陽了 我現在從鏡頭看 很漂亮的 但不知道實際 你真是播出來的畫面會不會OK 就這樣肉眼看 它這裏的店舖 都是多酒吧為主 可能都會到時夜晚的時候 是多一些現場樂隊 去駐場表演 同樣這個位置 它會放了不同的藝術品 初步的介紹 我覺得那些介紹 都不是很重要 最主要 它那些藝術品的樣子 夠吸情、夠特別 對嗎 感覺上 不長不短 日頭的時間 就到這裏了 等了一會 這間飛機餐廳應該開了 我們上去看看 觀眾 同一齊期待 裡面的畫面究竟是怎樣 現在正式進入飛機餐廳裏面 這間高級餐廳 一進來 我已經給它這個擺設吸引著 不同顏色的酒瓶 應該都是這些Risky Vodka 進去到最後一個中間的位置 我感覺上這個位置 應該不是被人家用的 純粹是被人家打卡用的 現在我們繼續向裡面進化了 很遺憾 去現場的古典音樂 就令到我們 就侵犯版權 所以我要重新做配音 現在臨場感 差一點點 剛剛的一點點 展示廚房的畫面 看到從旅到外 都是感覺 超級專業 再加上 來到這裏 每一個位置 都令我大開眼界 看到嗎 再加上 窗外面一點點 現在日落的 光景透進來 完全 無法輸 再加上遊客 和食物的人 都未有一個來到 所以變相 我們就參觀得 比較 自然一點點 原本這個位置 是我在說話的 但是 因為重新配音 畫面 就變了 純粹留下一個V字手勢 讓大家看到我們來到這裏 到此一遊籤籤的名字 現在就落到底層的位置 感覺上 這個位置就是 給別人 喝酒 最後我們就落到下面這一層 應該就是機艙的位置 它重新裝修 改件之後 超豪華 超有氣氛 再加上後面的裝飾 我們繞長一圈 當然我要坐下 讓螢幕前的 你感受一下 我們坐在這裏 擺保駕的樣子是怎樣 如果觀眾的 你真的來到這裏 的飛機餐廳的話 記得要下來 下面這一層 感覺上 我們眼前看到 這個大外套的女性 應該就是這間餐廳的 最高話事人 好了 我們現在出來了 裝飾就裝夠久了 因為裏面的食物其實不是很適合我吃 邦哥 除了走得對之外 其他東西都不適合 所以 不要搞了 我們出來了 再去 等多等 晚一點的時候 再和大家看多一點 這個市集 晚上的畫面 究竟會漂亮成怎樣 所以我為何躲在這裏呢 裏面雖然氣氛好 但裏面很死氣沉沉 我現在坐到出來 感受一下 這樣才叫 感受這個夜市的氣氛 音樂就來了 我又剩下了 否則 沒用的 循教 還有在樓上 它氣氛很不放鬆 這裏多放鬆 差在未給我一張被子 好像在家裡一樣 所以很棒 我剛剛繞長了一圈 在那邊有個Band Show 好像挺棒的 晚上會有 這裏坐得最舒服 所以過來坐 因為今天我們拍了整天片 雖然大家看我一條片 但其實我拍了第二部片 今天是第二部片 6點多一點 確定下個時間 7點 剛剛我在酒吧 那個位置 睡了一個小小的午餐 現在精神充足 和大家看看夜晚的燈飾 究竟是怎樣 超美 不愧是最有情調的地方 這架飛機停在這裡 沒錯,可惜的東西不是太適合我 所以沒有吃 我剛才在酒吧 嘩 進去 關了鏡頭後 就死亂了 死亂了兩個小時 現在和大家看夜晚的氣氛如何 觀眾們不用擔心 你大概1點前 還停留在這裡 仍然能夠 這個市集是未關 有一切的畫面 讓大家享受和拍攝 剛剛我停留在這裡 雖然它暫時還未有BAND隊 但我坐在中間的位置 而這個位置有一間比較實際的 火鍋店 我們應該不是怎樣吃的 因為其實不是很餓 我怕我吃不到東西 我們現在繼續向裡面走 因為裡面的感覺 記得 它是有一棵掛了很多燈飾的樹 超大棵 很像許願樹 我們現在走進去 當然這個這麼漂亮的畫面 我會加上一個很有程調的音樂 好嗎 這部影片大家看過 就完全可以看到夜市的全貌 不管是開門還是未開門 大家也看到了 好嗎 在這裡就有一個展示畫面 剛才4點的時候 在這裡已經有人吃東西了 不是這棵 不是這棵 但這棵也很漂亮 在裡面那棵 嘩 嘩 嘩 說就說7點 其實晚上來說稍為早 但我覺得我們的拍攝比賽 7點開始就有點不太穩定 所以現在拍攝是一個最好的喜歡 實際到了晚上的時候人流多一點 但未至於平時我們在宅度宅 或者在唐人街那邊 這麼暴場 仍然走得很舒服 不過有些地方是參觀的為止 可能因為今天是星期一的關係 所以那些地方還未開 不覺得它有開 例如前面那間 它是參觀一個公仔 它是擺了一個金剛公仔 超大隻的星星 我看到它 仍然未開狀態 因ann 崴炎 好 我是Jonney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而且是SH Aer bes stkt 跟日本當地 都可以的 一定您在下一部影片 再見 後面試 Tyrrell 別管我就結束了 Bye ばG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